所以修道的人在这修行的时候要醉 醉要紧的 不要生念的 不要起心动念的 一起心动念 将来就会招果报 就要去受报 以前有一个老修行 他在海边上修道 就修这个飞飞享出定 他想修这个飞飞享出定 飞飞享出天 水帆修定修 正想要入这个飞飞享出定 水里这个鱼就来打他闲岔 这叫打闲岔 在残堂里这是残堂的口头语 你真打闲岔 你这个利腊枪 你靠讲话的人叫利腊枪 利腊枪 你靠好说话 和人家去搭搭搭搭谈话的 这叫打闲岔 你无论你做一个英文叫给人家 戳破这叫打闲岔 那这个老修行在这修行这个鱼来打他闲岔 他一要入定这个鱼在水里 这么一跳 这一跳他就不入得定了 入不了定了 入不了定啊 他就生了一种嗔恨心 他说你这个鱼真是讨厌 我想要入定 你正来给我麻烦 你不叫我入定 我现在没有神通 当我有神通的时候 我变成一只非狸 专门吃你这个鱼 你都吃了 再叫你来妨碍我修行 他生这一念的嗔恨心 这个鱼也不敢和他开玩笑了 这个鱼也怕了 以后再不敢来麻烦他 所以他就修这个无想定修成了 生到飞飞想出天 把这个八万大劫天赋详完了 详完了之后 你说怎么样啊 他这一念的嗔恨心的果报就充足了 他堕落到人间来 果然就变了一个非狸 一个吃鱼那种巧鸟 吃鱼的巧鸟 天天在那海上吃鱼 吃来吃去 等释迦牟尼佛出世 到那给他说法 他这才把这个非狸的身脱了 又去做人 回来出家 又修行 才正恶罗汉国 所以这修道 千万不要生嗔恨心 不论谁对你好不好 你都要生一种 爱惜人的心 慈悲爱护人的心 不要生嗔恨心 对任何人呢 也不要 有一种嗔恨 有一种不满意 你要不满意 你修成了 固然是没有问题了 如果不超出三界去 将来呀 都是要受果报的 又有一句话 任动千江水 不动道人心 中国有这么一句话 任动千江水 那千江水是很多了 我把它摇动起来 没关系 我不动了修道人的心 修道人的心 你要一动 他要一生嗔恨心 那不得了 将来就有因果